射甲棒球 東巡冠軍戰 Game Two 手握一勝優勢的桃園航空城 一局下率先發動攻勢 兩處局一三壘機會 吳伯毅貢獻右半邊平飛安打 送回三壘跑者 幫助籌隊先止得電 沒想到先發投手魏右舟 卻突然陷入亂流 二上連續三次四壞 外加一個觸生球 讓臺中運動家兵不協任打破鴨蛋 而且隨後包括陳晴宗跟陳薇如 都有長打演出 一口氣強下五分大局 轉眼間已經擴大到六比一領先 投手控球不穩沒關係 因為航空城本賽季團隊打擊率高達五成 終於在四局下有所發揮 一出局後靠著兩隻安打 跟一個觸生球塞滿壘包 陳約瑟敲出內也強勁滾地球 帶有一分打點 開路先鋒 許子敬也跟進 一棒撈到右外野 距離相當深遠 九一連線敲岸 綁住航空城追到四比六的兩分差 而且五下他們攻勢再起 郭俊成在兩處局一三壘友人時 攻陷左外野方向安打再下一城 帶打的廖俊麟懸到四壞 行程滿壘 就看許子敬能否把握 結果一棒打穿三遊防線 帶有兩分打點瞬間還翻休息區 航空城成功逆轉超前 一分落後的運動家沒有放棄 六局上吹起反攻號角 林環宇在一出局一三壘友人 一棒打穿內野防線 成功送回了追評分 雙方在接下來兩局分別 都有分數進帳 不過航空城打線略勝一籌 帶著九比八領先進入九局上半 但飾演延長戰線的運動家 頂住壓力 一出局後 成功攻佔一三壘 沒想到一籃跑者在嘗試倒壘時 時機沒掌握好被拆搞出局 也讓打擊去的蔡明爵倍感壓力 航空城後援投手張閒智 當然不想夜長夢多 連續兩好球之後 再來一個訴求敬雷 再見三陣 中場桃園航空城以九比八 擊敗台中運動家 以直路二勇度二零一六 甲組成棒東巡賽冠軍 然後我可以 結束了 臨時 偏 Saf